4.油炸 油炸最主要的重點會是在哪裡? 還是在油溫? 油溫油溫很重要 這個果醬的粉皮 油溫如果沒掌控好 顏色就會比較深 如果油溫太低 顏色又會太淺 我們一樣的粉 一刮炸起來 跟雞翅炸起來 顏色就差那麼多了 就要憑經驗 油炸真的是離不開 溫度上的一個掌控 炸了幾鍋之後 比較多的油泡麵渣 這很特別就是說 它不像卡拉粉還是怎麼樣 這個就不用清鍋了嘛 對不對 我們每鍋炸完就是撈 是我們炸這種大鍋 再撈比較撈得到 還是偷偷問一下老闆啦 老闆生意這麼好 那像這種這麼大的油鍋 18公升的油 它通常要投幾桶 要投幾桶 這一鍋快要兩桶 這一鍋大概一桶 基本上就是一個晚上 它的壽命就已經到了 對對對 隨著它炸的一個量不同 那我們可以看得到就是說 需要炸那麼多的時候 我才需要用到那麼大的一個鍋子 選擇那麼多的一個油 會賺錢的店 我們常常會發現到一些原因 生意好老闆 我根本不用回鍋油 那第二個 每一天的一個銷售量來講 讓它我的周轉率夠高 其實油就慢慢被消耗掉了 那每天客戶所吃到的一個炸雞呢 都是很新鮮的 就我們消費者的一個立場來看的話 我們很喜歡買這個生意很好的一個店家 因為代表什麼意思 周轉率高嘛 周轉率越高的話 其實它整個一個商品的一個回轉性 特性 口感上 其實更棒的 現在夜市的時間 才是晚上七點多的一個時間 那是正好 七八九點的時候 是最多人潮 來這邊逛夜市 我們還是得來抽空 再問他一下就是說 為什麼生意好的話 不知道我們是不是一般業者會考慮就是說 我再多增加一個炸乳就好了 可是為什麼我們這邊不會去做這個思考呢 因為我一個人 顧兩個炸乳已經滿不過來了 我也很喜歡再開鍋 避免客人等太久 對 那餅值就是說 現炸最好的口感口味給我們的客戶 雖然不像訂溫鍋那麼方便 溫度只要設定到 我就可以油炸了 可是剛剛我們看到 它在油鍋補新油的一個過程當中 利用它的一個加熱的過程 那它剛下到這一鍋 當它定型完之後呢 就趕快撈到另外一鍋去 那這個都是所謂的一個彈性上的一個應用 那目的就是說 掌握哪一種東西 在哪一鍋上面去炸 它的效率是最快的 那如果縮短它的時間 讓整個炸起來的口感呢 又是特別的一個酥脆 其實老闆要的只是這個目的而已 以我們從剛剛所看到的 它整個油炸的一個方式 並不是說馬上請到的人 他就可以直接上手 果醬的一個炸雞出爐完之後 如果它在保溫櫃這邊 或者就是說 它放在沒有保溫的地方 當客人在點的時候 他們通常會再進行一個回炸的動作 那回炸的動作呢 當然是讓它更酥脆 整個前台跟後台 整個很巧妙的一個搭配 當然生意好的一個攤位呢 它的整個一個操作的現場 跟它用的一個東西 一定有它特別成功的一個地方 我想是細節當中 我們還發現了 很多人呢 賣炸的東西 可能他賣了特別的多 他什麼都想賣 是不是也是需要聚焦專精才能 我剛開始也是什麼都賣 對啊 它就是慢慢剪慢慢剪 就求精 這邊也是分享給有心想要創業 或者想要從事這方面工作的 你要設計你的銷售的一個主軸的時候 不要試想說 你所推出的每一樣客戶都是買單的 老闆以過來人的經驗值 我們來看這件事情 你會發現說 哇真的是到後面就是求精 不是求多 有問在生物的一個過程當中 好像有一個問題 我們再問一下 李家炸雞的老闆就是說 在六年前的今天 他選定了無期這個夜市 也是因為無期夜市這個點 讓他李家炸雞 後面的一個相關的 閃電炸雞的品牌 能夠立足在這個市場上 那想請教一下這個老闆 這個一個心路的一個轉折 到底是什麼樣的機緣 讓他能夠在這邊可以 做得很 取得很不錯的一個成績 在15年前就做 那個生鮮的雞肉 雞肉處理加工 就送客戶那邊 就看客戶做得不錯 就想說就試著做看看 慢慢一步一腳印的踏上來了 剛初在口味上的一個設定 還有就是說選擇的一個品項 那不曉得 不管是在於口味上 或者是炸粉上面 試試配方都有嘗試過去調整 才去修正到你最喜歡的這種口味 剛出來的時候 口味也不是這樣 經過慢慢的調整 結果有一次到夜市 攤子已經擺好了 想一想說 那個口味一定要搞好才再出來 就回去又調了大概八種 大家一起來品嘗那個口味 結果再挑出這個味道 然後又出來 他也毅然而然決定說 他要自己出來創業 然後從口味上的一個摸索 可是初始擺攤的一個過程 出鏡都已經復了 人也都到了 設備也都到定位了 可是李老闆他也是毅然決然的 收湯回家 再去努力開發 就像他剛剛所講的 在經過了最後的一次修正 就得出最後面 李嘉薩基這個區塊的 最後的一個口味的一個最終版 他是一個很傳統 有親和力在地的一個品牌 尤其是我們李老闆的整個形象 是以一個實作者的一個姿態為自居 所以說 也不是跟人家談加不加盟 他也不是要賺人家的加盟金 便宜也是秉持我們一貫的一個精神 推薦這個優質品牌 來給各位去做一個參考 但是李嘉薩基真的真的是很特別 李老闆他也不希望就是說 去收人家的加盟金而怎麼樣 也不想讓很多真的很有意願想要學的客人 又空手而回 所以說我們這次的我們的 李嘉閃電薩基呢 他有推出一個比較好的一個方式 那讓有興趣的一個朋友 可以來參與 那不曉得李老闆的一個構思是怎麼樣 只收那個教學的費用 我們開家就失亂了 他是以技術教學的一個方式 技術教學的方式 來輔導這一些有意願的人 而且你可以看得到 那麼多人在這個夜市的一個攤位上面 那麼想要來品嘗李嘉炸雞 那一定有他口感特殊的地方 那也歡迎你 他們禮拜二跟禮拜五 只要天氣情形是允許的一個狀況 李嘉閃電炸雞呢都會在這邊 準時為各位服務的一個動作 有經過這邊有興趣 你可以先來吃吃看 閃電炸雞的一個李老闆在這邊 他一定是親自掌煮在這邊 任何的一個細節 你們要商談 直接找老闆呢 直接去做一個洽談 整個一個十萬塊的一個教學內容 當然也是包含肌肉的一個前梳理 甚至是醃製那些 通通會教導他們嘛對不對 前置作業跟後置作業都一定會教 然後你也不是看到 只有學這個油炸 我們前面的工作人員素質都很不錯 也是培養出來的 要面對種種的客人 你要如何面對如何應對 不是你東西好吃 就會有人給你買 對 服務很重要 雖然是一個小攤位 可是從他出餐的一個動線流程 都是有經過設計的 服務人員真的是有經過訓練 當然會看我們的炸鍋上面的 哪一些東西是要出爐 其實他們都已經早就已經有默契配合好了 我們希望是說 在整個點餐服務客戶的一個過程當中 不要有所謂的空窗體產生 可是人總是容易受到別人的影響 經由服務人員的一個推薦 那當然他可以知道就是說 我現在可以不用等什麼 我現在有什麼可以買 從今天的整個流程上面來看 賺錢的品牌一定有他的特色 值得你來這邊做一個開發跟研究 OK 那我們今天真的還是很謝謝 李家閃電炸雞 提供我們這個機會 來到這邊來跟他做一個學習 有看到這支影片的 你可以主動找我們閃電炸雞的李老闆 不管說有沒有說要來學還是怎麼樣 先來試吃我們的炸雞再說 對對對 和你嘗鮮 重點很多不是你所看到這樣 你就是來吃就知道了 你來吃 光看到油鍋的溫度這麼高 有的人覺得好吃 可是他做不來 對不對 沒有那麼容易 看著點餐做的困擾 今天真的是很高興啊 我覺得是李老闆他也不是不常吃 但是那些細節的部分 就不是我們所能夠說全程能夠探究的 全程的一個教學跟know how 我覺得要付出一點成本 你才有辦法學到一些東西 就像李老闆所講的 先來吃吃看 你來現場看 你來現場吃 不過你吃到的口味才是最真的 成功的品牌一定有它的特色 也許這不是一個什麼樣的大生意 但是我覺得他們也是創造出他們的價值 做出有特色的一個品牌跟商品 讓我們無期夜市這個地方的客戶 能夠品嘗到這個美味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跟各位報告就是說 如果你是屬於國外的一個客戶 你想要把台灣這麼有特色的古早味的炸雞 你要引進到你的一個當地的國家去做銷售 那也很歡迎 直接來這邊品嘗 跟老闆去做一個洽談商談 那看看你們事後是不是有合作的機會 很多國外的一個客戶 來台灣尋找有特色的商品 最怕的就是 哇很多要去上課 一定要代理 這個是相當棒的一個台灣 道地傳統的一個美食 經由李家炸今天 對於這種果薑炸粉的一個特色展演 你來到現場看 你就可以感受得到 為什麼生意會這麼的好 生意好的背後 人家到底付出了些什麼 今天最值得跟我們的客戶 去做一個分享的一個地方 OK 那我們今天就進行到這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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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